第四十回,梁山柏好漢劫發場,白龍苗英雄小罪二,詩若,有忠有順天顏座,行得行人後逼槍, 苟死中間還得割,錄音之下必生陽,若非吾用詩其計,焉得功名離發場, 古苗英雄歡會處,彩其今古世鷹陽,話說當時朝該並眾人聽了,請問坤思道:「這封書如何有脫某處?」 五容說道:「早間大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止世,見不到處,才是的下個圖書, 不是欲絕說文漢林蔡經寺子,只是這個圖書,便是較大眾吃官司, 今大堅變道,小弟妹妹見蔡泰師書監,並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 今次雕得無簽號差錯,如何有破陣? 五學九道,你仲偉不知,如今江州塞九之府,是塞泰師兒子, 如何符寫書與兒子卻是個位置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 此人到江州,必被盤傑,問出實稱,卻是厲害,朝他道,快使人去趕換他回來, 別捨如可,不學舊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 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事不宜遲,我們只得任地,可救他兩個,朝區道, 怎生去救,用何良策,不學舊便向前與朝區以邊說道, 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眾人之道, 此時如此動身,又要誤了日期,眾多好看得了將令, 各各山出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華夏, 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回便見, 且說大宗扣著入其,回到江州,當聽下了回書, 塞狗師傅見了大宗如其回來,好生歡喜,先取走來想了三宗, 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大師摩,大宗品道, 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 師傅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龍內許多物件都收了, 背後說,妖仁宋綱,今上至要他看,可令勞固陷車承載, 密切差的當人緣,連夜解上經事,沿途休教走實, 酸美說,黃文景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徐獸, 塞狗之虎漢寮,豈不自勝,教取一定二十五兩花銀, 想了大宗,一面吩咐教合陷車,商量警察解發起身, 大宗借了,自回下廚,買了些酒肉來勞女看翠宋綱, 不在話下,且說塞狗之虎吹並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 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為君王通判特來相探, 塞狗之虎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赤乃密時身酒果, 知虎謝道,淚誠厚意,可以黑當,黃文炳道, 村野美蜜,何足掛齒,不以為禮,何勞清謝, 知虎道,恭喜早晚必有榮徐之慶,黃文炳道, 相公可以滋滋,知虎道,昨日下書人已回, 妖人送江教解京師,通判榮任,只在早晚就過今賞, 聲作高任,家專回書,被說此事,黃文炳道, 幾是任地,深感恩相主戰,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 知虎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官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謀, 黃文炳道,小生子孔家書不敢善看,如若相託, 求者一觀,知虎便道,通判乃深福之交,看有何妨, 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首, 從頭至尾,讀了一片,卷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 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虎道,通判錯誼, 此時家專親手不跡,真正自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 相公容服,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摩,知虎道, 往常來的家書,卻不曾有這個圖書來,只是隨手寫的, 今番已定是圖書俠在首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 黃文炳道,相公,幽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們過了相公, 方今天下聖行騷,黃、米、蔡四家自體,誰不雜學得, 放兼這個圖書,是令專府因相造漢林大學時時使出來, 發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令聲轉太師成相, 如何肯把漢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記書與子, 須不當容為字圖書,令專府太師恩相,是個色窮天下學, 藍片世間書,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詞錯用, 相公不信小生輕薄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 曾見虎女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又怪小生多言, 只是錯愛之口,方敢淺然,蔡九知府聽了,說道, 此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 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聲聽,功利兩邊排立, 知府叫喚大宗有惠傭的事,當下造工的領了君子, 四散去尋,有詩為證,遠貢與書達上臺, 既新聞警讀而猜,神謀鬼繼無人回,又被奸邪有出來, 且說大宗自回到江州,先去奴旅見了宋江, 符已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起, 此日,又有人請去奴旅,大宗正在酒時中吃酒, 只見造工的四下來尋,當時把大宗換到廳上, 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 未曾重重重上來,大宗答道,小人是誠奉因相差事的人, 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是亡, 未曾問得你個子世,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 大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 不知換造什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婦女門前誰接著你, 留你在那裡歇,大宗道,小人到府前, 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小慶,門子出來, 交收了信龍,著小人自去尋客店旅歇了, 遲日早午間,去府門前事後時, 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攀悟了日期,那女敢再問避世, 芳芒一徑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婦女那個門子, 卻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獸也白症肥半, 長大也是矮小,有衰的也是無衰的, 大宗道,小人到府女時,天色黑了,遲早會時, 遊時五更時後,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子世, 只覺不什麼場,中等之才,敢是有些知數, 知府大怒,渴一聲,拿下聽去, 旁邊走過十數個玉卒爐子,將大宗拖返在當面, 大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渴道,你這師該死, 我婦女老門子皇宮,已死了數年, 如今指示個小王看門,如何卻到他年紀大, 有之嫌,放兼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裡去, 但有各處來的書信尖貼,必須經由府堂裡張肝扮, 方才去見李刀館,然後搭至裏面,財收禮物,便要回書, 也須得是後三日,我這信龍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 問你個上邊秘世,便胡亂收了,我逐日一時間蒼絕, 被你這師門過了,你如今指好好招說, 這封書那裡得累,大宗道,人一時心慌, 要趕情圖,因此不曾看得分曉, 塞狗之苦渴道,胡說,這賊骨頭不帶如何肯只要, 左右,如我加力打這師,欲出勞子情之不好, 脆不得臉皮,把大宗捆返,打得皮開肉贊, 鮮血並流,大宗崖不過考打, 只得朝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 你這師怎地得這封假書女?大宗告道, 小人路經梁山拍過,走出那一火強人來, 把小人劫了,趕駁上山,要割覆否心, 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龍刀奪了, 卻搖了小人,情之回鄉不得,只要山中黑死, 他那裡卻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 一時怕見罪責,小人門了欣相,知府道, 事便事了,中間橫有些胡說, 眼見得你和梁山拍賊人通同造義, 謀了我信龍物件,卻如何說這話, 再打那師,大宗猶他口信, 只不肯招和梁山拍通情, 塞狗之虎再把大宗口信了一回, 語言前後相同, 說道,不必問了,取句大家家了, 下在勞雷, 卻退聽來,清者黃文炳到, 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捨而誤了大事, 黃文炳又到,眼見得者人也結連梁山拍, 通同造義,謀伴為黨,若不拘除, 必為後患,知府道, 便把這兩個民成了招葬, 立了民安,壓去事曹斬首, 然後寫表新朝,黃文炳到, 上公高見結明,此此,一者朝廷見喜, 知道上公幹者見大公, 然乃卻是免得梁山拍草構內結爐, 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願, 下官者當動民書,親自補舉通判, 當日管代了黃文炳,送出虎門, 知會無為君去了,次日,蔡九之虎聲聽, 便換刀案恐目來吩咐到,快教諜了民安, 把者宋綱,大宗的工藏招款連連了, 一面寫下花油牌,較來日撻父史曹斬首私行, 自古貿易之人,缺不代時,斬了宋綱, 大宗,面致後患,當案卻是黃恐目, 本人與大宗頗好,卻無緣辯救他, 只看他叫德府,當日稟道, 明日是各國家幾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原之節, 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警命, 直代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行救濟宋綱, 燃乃梁山柏好漢未知,蔡九之虎聽罷, 依準黃恐目之言,直代第六日早晨, 先警察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 凡後,點起土兵和刀杖繪子,若有五百餘人, 都在大奴門前事後,折牌以後,欲官稟了, 知府親自來造監斬官, 黃恐目只得把飯油排呈堂, 當聽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爐直貼起來, 江州府眾多隻級爐子,雖是和大宗, 宋綱過得好,屈沒做道理救得他, 眾人只替他兩個叫苦, 當時打扮已了,就大老女把宋綱, 大宗兩個貶紮起,又將膠水擦了頭髮, 玩個我離角兒,各插上一朵紅靈紫紫花, 驅自清眠聖者神案前, 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走,吃吧! 遲了神案,流轉身來,搭上離子, 六七十個玉卒,早把宋綱在前, 大宗在後,退湧出奴門前來, 宋綱和大宗兩個, 面面思脫,各造星不得, 宋綱只把腳來跌, 大宗低了頭,只嘆氣, 江州府汗的人, 真那也堅疊貝,何止一二千人, 但見,受魂飲嚴, 怨氣紛溫,頭上日色無光, 四下被風亂號, 鷹槍對對對, 數聲鼓響喪三魂, 均棒心心, 幾下惡名吹七拍, 飯又排高貼, 仁然似去幾時會, 白紫花相搖, 都道者翻難再活, 長休飯爽內難吞, 永別走效忠斬煙, 曾寧貝紫像降刀, 醜惡卡爐慈發氣, 做到旗下, 幾多網兩根錘, 十字街頭, 無限強雲等候, 監斬官忘施號令, 五座紙準備光施, 英雄氣概殺時休, 便是鐵人衰落雷, 繪子叫起惡殺刀來, 將宋剛和大宗前推後 勇押到市巢十字路口, 團團槍棒圍住, 把宋剛面南背北, 將大宗面北背南, 兩個納坐下, 只等五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 那眾人仰面看那範遊牌。 上寫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剛, 故人反思, 網造謠言, 結連梁山柏強購, 通同造反, 律斬, 犯人一名大宗, 與宋剛暗帝詩書, 結勾梁山柏強購, 通同謀伴, 律斬, 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 那知府勒鑽馬, 只等報來, 只見法牆東邊一火龍蛇的蓋者, 強要邀入法牆裡看, 仲土兵趕打不退, 正相鬧奸, 只見法牆西邊一火市昌棒賣藥的, 也強邀將入來, 土兵渴道, 你那火人好不曉事, 這線那裏, 強要邀入來要看, 那火市昌棒的雪道, 你倒尿村, 我們沖州藏府, 那裏不曾去, 道處看出人, 便是京師天子殺人, 也放人看, 你這小去處, 喊得兩個人, 鬧動了世界, 我們便邀入來看一看, 打什麼了緊, 正和土兵那將起來, 監斬官渴道, 且趕退去, 又放過來, 鬧遊未了, 只見法牆南邊一火挑擔的腳夫, 又要拉將入來, 土兵渴道, 這裏出人, 你擔那裏去, 那火人說道, 我們是挑東西送知府相公去的, 你們如何敢阻當我, 土兵道, 便是相公牙女人, 也指得去別處過一過, 那火人就協了擔子, 都製了扁擔, 立在人從旅看, 只見法牆北邊一火客箱, 推兩輛車子過來, 定要邀進法牆上來, 土兵渴道, 你那火人那裏去, 客人應道, 我們要趕路清, 可放我等過去, 土兵道, 這裏出人, 如何肯放你, 你要趕路清, 從別路過去, 那火客人笑道, 你倒說得好, 衣門便是經思來的人, 不認得你這類了路, 那裏過去, 我們只是從這大路走, 士兵那裏航放, 那火客人齊齊的喀定了不動, 四下你吵鬧不住, 這裁狗之虎也禁止不得, 又見那火客人都盤在車子上, 立定了漢, 沒多時, 發牆中間, 人分開處, 一個報, 報道一聲, 午時三刻, 監斬官便到, 斬押報來, 兩世下都盼潰紙便去開家, 行刑之人執定發刀在手, 說時遲, 一個個要見分明, 那時快, 看人人一齊發作, 只見那火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押, 掃內一個客人, 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惡兒, 立在車子上, 當當地敲得兩三聲, 四下你一齊動手, 有詩為證, 兩首詩成便被囚, 兩山豪傑定謀猶, 眼書喘人生而劃, 致使沉陽血萬流,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 一個虎形黑大漢, 脫得赤條條的, 兩隻手握兩把板斧, 大喉一聲, 卻遲半天起個壁裂, 從半空中跳張下來, 手起虎落, 早撐回了兩個行刑的繪子, 便望鑑斬官馬前撼將來, 仲土兵急待把槍去屬時, 那女難當得住, 眾人且促勇塞狗之苦, 逃命去了, 只見東邊那火龍蛇的蓋者, 身邊刀製出尖刀, 看著士兵便殺, 西邊那火使槍棒的大發喊聲, 只顧亂殺將來, 一派殺到土兵欲卒, 南邊那火跳丹的腳夫, 輪起扁擔, 橫七樹八, 都打翻了土兵和那漢的人, 北邊那火嚇人, 都跳下車來, 推過車子, 攔住了人, 兩個客箱轉將入來, 一個杯鳥宋綱, 一個杯鳥大眾, 其餘的人, 也有取出功勞來射的, 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 也有取出鏢槍來射的, 原來扮客箱的者火, 便是朝蓋, 花榮, 黃信, 呂芳, 郭成, 那火扮攝槍棒的, 便是宴信, 劉堂, 杜遷, 宋萬, 扮挑丹的, 便是朱貴, 黃矮虎, 鄭天愁, 石勇, 那火扮蓋者的, 便是遠小二, 遠小五, 遠小七, 百姓, 這一行, 梁山柏共事十七個頭領到來, 帶領小樓來一百餘人, 四下李沙將起來, 只見那人從女那個黑大漢, 倫兩把板斧, 一梅地撼將來, 朝蓋等卻不認得, 只見他第一個出力, 殺人最多, 朝蓋猛省起來, 大宗爭說, 一個黑旋風李葵, 和宋三郎最好, 是個妄撞之人, 朝蓋便叫道, 前面那好漢, 莫不是黑旋風, 那漢那女肯英, 火閘閘地輪著大虎, 只顧撼人, 朝蓋便交杯送綱, 大宗的兩個小樓羅, 只顧跟著那黑大漢走, 當下去十字街口, 不聞軍軍百姓, 殺得絲橫遍野, 血流成渠, 推倒跌返的, 不計其數, 中頭領撇了車兩擔仗, 一憑人盡跟著黑大漢, 直殺出省來, 背後花榮, 王信, 呂芳, 郭成, 四張弓箭, 飛黃般望後射來, 那江州軍民百姓, 誰敢近前, 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 身上血淺滿身, 呂芝在江邊殺人, 百姓撞著的, 都被他翻根斗刀撼下江裡去, 朝蓋便亭撲都叫道, 不幹百姓時, 幽子管商人, 那漢那女來聽叫喚, 一虎一個, 排頭而撼將去, 若莫尼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 前面望見盡時偷偷一派大江, 屈無了漢爐, 朝蓋看見, 只叫德府, 那黑大漢方才叫道, 不要方, 且把哥哥背來妙裡, 眾人都到來看事。 靠江一所大廟, 兩仙門緊緊地閉著, 黑大漢兩虎撼開, 便搶入來, 朝蓋眾人看事, 兩邊都是老會蒼蟲, 臨木遮影, 前面排額上, 四個金書大字, 寫道白龍神廟, 小流落把宋江, 大宗貝到妙裡歇下, 宋江方才敢開眼, 見了朝蓋等眾人, 哭道, 哥哥, 莫不是夢中相會, 朝蓋便勸道, 任興不肯在山, 自有今日之苦, 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水, 宋江道, 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葵, 他幾番就要大老女放了我, 卻是我怕走不脫, 不肯依他, 朝蓋道, 卻是難得這個人, 出力最多, 又不怕刀斧箭矢, 花榮便叫, 且將衣服與反二位兄長穿了, 正相罪姦, 只見李葵提著生虎, 從浪下走出來, 宋江便叫主道, 兄弟那女去, 李葵應道, 神那妙足, 一發殺了, 頗內那絲不來自我門, 到把妙妙門關上了, 我只望那他來自門, 及尋那絲不見, 宋江道, 你且來, 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 李葵聽了, 雕下相虎, 望著朝蓋跪了一跪, 說道, 大哥, 又怪鐵牛粗魯, 如眾人都相見了, 卻認得諸貴時同鄉人, 兩個大家歡喜, 花榮便道, 哥哥, 你教眾人只顧跟著你大哥走, 如今來到這裏, 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 斷頭露了, 卻又沒一隻船接應, 躺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 卻今生營敵, 將何自製, 李葵便道, 也不燒得叫枕地好, 我願你們再殺入城去, 和那個鳥菜九之虎一發都喊了便走, 大眾此時方才騷成,便叫道, 兄弟, 史不得妄勝, 城裡有五七千軍馬, 若殺入去, 必然有失, 遠小七變道, 遠望隔江那裡有數子船在岸邊, 我弟兄三個扶水過去, 奪那幾隻船過來再眾人, 如可, 潮概道,此計是最常著, 當時遠家三弟兄都脫摸了衣服, 各人插把尖刀,便轉入水裡去, 若莫苦開得半里之際, 只見江面上樓頭樓下三隻船船, 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 眾人看視, 見那船上角有十數個人, 都手裡拿著軍器, 眾人卻慌張起來, 宋剛聽得雪了, 便道, 我命女者搬合虎也, 奔出妙前看視, 只見當球那隻船上, 坐著一條大漢, 倒堤一把名房房五股叉, 頭上幻個村心紅一點線兒, 下面又起條白鑽水軍, 口裡吹著忽哨, 宋剛看視, 不是別人, 正視, 萬里長江通到海, 內中一個紅褲, 面如扶粉體如素, 上山溫虎木, 入水拔龍素, 七袖波森能暗復, 水晶公透得明珠, 翻江繳海用新區, 人將張信給, 浪呂白跳魚, 當時張信在頭船上看見, 渴道, 你那伙是什麽人, 敢在白龍廟裡聚中, 宋剛挺身出廟前, 叫道, 兄弟救我, 張信等見事宋剛眾人, 大叫道, 好瞭, 那三隻船船, 非也此搖籠到岸邊, 三遠看見, 也附來, 一憑眾人都上岸來到廟前, 宋剛看視, 張信至引十數個裝漢在那指頭船上, 張橫引著木宏、 木春、 薛永、 帶十數個裝客在一隻船上, 第三隻船上, 李進引著李立、 同威、 同猛, 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 都各執槍棒上岸來, 張信見了宋剛, 喜從天降, 眾人便拜道, 自從哥哥吃官司, 兄弟坐立北湯, 又無路可救, 近日又聽得拿了大院長, 李大哥又不見面, 我指得去尋了我哥哥, 引到木宏太公莊上, 叫了許多相識, 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 要劫爐救哥哥, 不想人輕以有好漢門救出, 來到這類, 不敢拜聞, 這火豪傑莫非是梁山拍而是朝天王摩, 宋剛只著上手立的道, 這個便是朝蓋哥哥, 你等仲偉, 都來妙裡聚禮則哥, 張信等九人, 朝蓋等十七人, 宋剛、 戴忠、 李葵, 共事二十九人, 都入白龍廟聚會, 這個換造白龍廟小聚會, 當下二十九愁好漢, 兩兩港荔以霸, 只見小樓來入廟來報道, 江州城裡, 明岳雷鼓, 整頓軍馬, 出城來追趕, 遠遠望見其翻閉日, 都見如麻, 前面都是大駕馬軍, 後面盡是擎槍兵章, 大都佛虎, 薩賓白龍廟路上來, 李葵聽了, 大叫一聲, 薩張去, 提了相府, 便出廟門, 朝蓋叫道, 一不做, 二不休, 眾好漢相助著朝某, 直殺盡江州軍馬, 方才回兩山拍去, 眾英雄齊聲應道, 願意尊命, 一百四五十人, 一齊納陷, 薩賓江州岸上來, 有婚教, 沉陽岸上, 果然血染波紅, 雙浦江邊, 真乃詩如山跡, 直教跳龍蒼龍噴毒火, 巴山萬虎後天宗, 畢竟朝蓋等眾好漢枕地脫身, 且聽下回分解。